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晚上好 欢迎收看2016年第一期的百个大家讲 今晚上的主题是 2016年难道你不兼职 众所作之今年是生活费高涨的一年 有人说这样的日子是越来越难过 如果要应付生活开销 就得利用下班或者周日的时候兼职来多赚一些钱 生活很苦是事实 在这个钱不够用的年代 什么样的兼职是最好的 谁需要兼职 每个人都适合兼职吗 有关兼职的疑问这里有答案 好 在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 在这里提醒一下各位观众朋友 那么待会你们可以在这个直播室的旁边的checkroom 列出你们的问题 那么我们会挑选了之后 把适当的问题交给适当的嘉宾来解答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室现场呢 我们请来了三位嘉宾 在我对面的是财务规划师周志强 周先生 您好 欢迎你来 对 周志强也是我们可以称呼他为周老师了 好 那么在周老师旁边的这位美女 她来头可大了 她是Jobstreet大马区域经理 祝育营小姐 对 非常欢迎 那么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就是最近的这个红人 尤其是他的网站一天里面创下了500%的增长率 他就是Partime Post的网站创办人蔡文龙先生 好 非常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 好 那么其实文龙 我们知道您的这个网站Partime Post 在这几个礼拜尤其是这位部长 他说了这个兼职论之后 你们就一夜爆红 其实可以大概简介一下您的这个网站 您能够提供一些怎么样的兼职工作 还有你们可以承诺的每个礼拜 或者每个月的收入 这个subincome会是有多少呢 OK 首先是在我们受到兼职 先将他我们先将归类 他有三大类 第一类我们叫Partime Partime是他没有需要很多特 他没有需要很special的skill了 没有特别的技能 他的工作时间很短 可能是两天三天 那个我们就称他为Partime的categories 第二是freelance freelance是他们需要一些专业知识的 比如他们需要有 他能要有design的power programming的那个power account photography 类似就是他们需要一些skill的 我们叫freelance 他们是以每一个是project based来计算 第三个就是temporary或者是contract based的job 他们的工作的时间大概是fulltime 但是是有维持一个月 两个月或者是三个月 这是首先是这样 Partime兼职先归类 OK 这样我们比较容易明白 接下来我们说要继续谈得下去 好 然后什么 哪一些行业 就是他们需要大量的partime的 我们可以从 第一个是那个零售 零售界 第二 饮食 OK 第三我们就有去到那个 那种 event 会展的 那个 那些活动 现在是发展的很快的 尤其是在这个都市的是 tutor或者是daycare的那个 就是呼吸中心或者拓耳中心的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那个可以很多人现在就参与的那个那个一个兼职是地产的 房地产的 但是哪一些job是jobseeker最喜欢的 是哪一些呢 是哪一些可以从家里工作呢 因为我们会考虑到他们会考虑到travel cost其实是很高 对啊 那时间 汽油啊 汽油 而且那个时间travel的时间都在里面 work from home 在家工作 会有哪一些工作 哪一些工作 从一些大家很容易知道的是 data entry的工作 所以在 freelance是有很多是可以在家里完成你的design programming完成的交货也是可以从家里完成嘛 特别的是新的那个一个趋势 customer service 公司的customer service 他们可以work from home home base 第二是甚至administration也是可以 行政上 行政上都可以work from home 这是也引起一些比较新创的company 他们可以 允许他们在家工作 和一些比较传统的 他们开始就有一个 呃开始就有一点冲突啊 对 会admit在家做不可能啊 如果是事实上是现在是很多公司这样子的趋势 这样趋势他们在在请 所以在家可以工作的 是jobseeker 最受欢迎的 所以一个月我们 因为在兼职兼职上是有很多的类型 有些的收入可以很高 一个月好几千块因为是一个project based的 呃有些是用实行计算 热行计算 不过我们呃有计算 平均来说 坚持 一个月他们可以 得到那个平均的收入是700到1100之间 这个是现在的那个 是 难怪他们的网站啊 一天的增长率可以到500%了 因为一个月多了 一个700块到1000块是非常好用的 700到1100 对对没错 那么其实朱小姐 我们知道说jobseeker 他这个网站非常有名 很多人都靠这个网站找到一份优财 那jobseeker有没有类似 像这个partitepost这样子提供一些partite兼职的职业呢 我们是有cover那个全职还有兼职的工作 不过如果是整体上来看全职的职业会比较多 全职的会比较多 对对对 现在如果你上我们jobseでもcurvy其他方的网站 会有超过-20万的-20万的全职 20万的工作 职业广告 OK 职业广告 是 刚才我有看来如果我们是search by part time 的话呢 也有超过两千份的工作 也是很多 给予是兼职的 对对对 也是很多 其实这个两千份 那么其实在 我们就说Jobstreet 你们的经验来看 今年 今年还早 去年的那个 不好意思 那么去年的这个失业率会高吗 或者是去年的这个就业率如何呢 就业率失业率 我们也是参考那个政府 那方面的那个数据 是根据那个政府的数据 会比往年 去年2015年的 会比2014年的高了一点 但是如果我们以职业广告来看 我们也有看过那个2015年 整年的数据 因为现在已经 2015年已经告别了 所以如果我们 compare它去2014年 那个整年的数据呢 就会减少了一个percent 你说这个 职业广告 职业广告减少了 意思是讲市场在缩小吗 一点点啊 其实讲少也不是少了很多 如果是整年来看不是少了很多 见到一个percent 其实是差不多是一样 但是如果我们是看最后那三个月 就是10月到12月 那个减少的数量呢 就会比较多就是少了七个percent 所以年尾的 可能是遇到了这个年中很多假期啊什么的 那个职业的需求量就变少了 对对对对对 那么在drop street方面的经验 哪一些pop type兼职的职业是比较受欢迎的 也是好像很文龙这样讲啦 就很多那些好像零售啊 promoter F&B 那些也是会比较比较多 而且他们也不需要要求怎么样的学 学历学术资格 这些职业 是不用是要有抽出时间 抽出时间 对对对对 好 等一下我们再回来drop street这方面的分享 咱们再回来